開架商品美白牙貼有沒有效? 有效?適合每一個人嗎?不見得 它有優點也有缺點 有些人適合,有些人不適合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面白牙醫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主題 是我們要來延續 下一步我在DIS DISCUS美白牙膏的這件事情 我再跟大家強調 我並不是說在場的各位都是垃圾 我只是說有一些產品比較垃圾 除了美白牙膏,還是有很多美白的商品 這些商品到底是有用還是沒用 有用到底是多有用 對一般人來講 可能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 也就是為什麼我會站在這邊的原因 我就是要來跟大家 我們來break down一下 看看這些產品到底是真有效還是假沒效 在開始之前 記得一定要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留言給我鼓勵是非常歡迎的 你假如覺得這部影片對你來說真的非常有用 有用到你覺得不分享給別人 你受不了的話 我從善如有請你分享出去 好 那我們就現在直接開始了 首先呢 我們再來探討的東西就是這個 開架商品的美白牙貼 它是什麼東西 我們必須要先來定義一下 因為假如定義不清楚 就變成七銅鴨匠 這個美白牙貼是叫做strip 並不是貼片venire 就像是做牙套有些人是在指矯正 有些人是在指你做假牙 做的那個crumb 做一顆夾套住牙齒 但是中文大家很常說 就叫套牙套套 套牙套 大家會搞混 我們這邊的話 我就來釐清一下 我們這裡說的名詞 我說的這個牙貼是指開架商品 那一種像是這個CRXXT的這一個 美白牙貼 另外一種大家可能想到的是貼片 這種叫venire 這個是醫師close 技師合作完成的一種 牙科驗附體 這個就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那樣東西叫做牙齒的貼片 誒 是你小朋友有什麼問題 對不起 你說貼片叫venire 嗯 那你那個錯字了吧 那有錯字 你寫venire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用 坦白跟大家講 我自己沒有用過啦 但是 我先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Chris的 絕對沒有找我代言 但是我平常在牙科裡面 我看到牙齒特別白的人 我都會問他說 你是不是自己有做過美白 牙齒美白療程 他會跟我說對 那我就說 你是自己在家裡沒用的嗎 他就說對 我就會說 是不是Chris 通常這個第三個對 馬上就迎面而來 所以我不是說其他的牙齒 可能沒什麼效果 所以沒有被我問到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Chris的美白牙齒 大家最關心的 他到底有沒有效 是真的有效 而且效果還真的還蠻不錯的 可惜Chris 我這個基本的人設 就說是不會代言的 也不介業配了 真是可惜 反正Chris是真的有效啦 那這個牙齒 他牙貼是如何作用 很多廠牌會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大部分的話 都是所謂的 H2R2過氧化氫 俗稱雙氧水 它的濃度 大家都會用到 合可的最高濃度 就是5.25% 之前的美白牙膏 是去除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這種咚咚啊 那是做什麼事 是去除小分子的內部染色 假如你還不知道的話 記得回去看前一部影片 我把連結放在底下的留言那邊 我想講這句話想講好久了 它有什麼優點呢 這個優點的話 就是我這裡講的便宜 容易取得 而且像我剛才講的 有效 這個便宜 但這種便不便宜 它都是比較而來的 這個便宜的話 是跟什麼比 跟整所做的暖光美白 或者是整所做的居家美白 或者是醫師Cross技師合作完成的 高端牙科硬附體貼片比起來 美白牙貼算是比較便宜的選擇 容易取得是怎樣 就是 大家知道這個開架商品的意思 開架商品就是你走進這個商店 看到架子上有那個東西 你手一拿 店員一結帳 你就可以拿回家用了 這個就叫做是開架商品 所以這取得是非常容易的 它有效我剛才已經講過 它是真的有效 那不是假的沒一下 嗨 我是林瑞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見你嗎 連結在這裡 歡迎來投稿 投稿 它有什麼缺點 缺點的話 我可以羅列這幾點 1 2 3 4 5 這5點 第一個是氣味 第二個是敏感 第三個是危險性 第四個是伏貼度 第五個是麻煩 這個地方有點奇怪 這個容易取得 為什麼會麻煩 這個你好奇 我等一下會講給你聽 我們先從這個氣味開始講起 我就是專門講Chris的這個東西 這個氣味我以前也不知道 但是自從我朋友借我的牙貼 我自己撕開來之後 我本來很想要有實驗精神 想要自己實驗試試看的 但是我一撕開來 拿起來接近我的鼻子之後 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因為我覺得 那個Chris的牙貼 我覺得聞起來 很像透明膠帶撕開來的那種味道 是真的很像 就是那種 不小心的話 還會找不到它的頭 到底在哪裡 那種透明膠帶 要把透明膠帶放到我的牙齒裡面 因為我自己是不太願意啦 所以我對氣味比較敏感 所以這個我覺得 把它羅列在第一個缺點 第二個缺點是什麼 是敏感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用過 但是用過的人都會跟我講說 其實用Chris還蠻敏感的 最嚴重的人就是說 他感覺牙齒像要快融化了一樣 我自己還想不出這種形容詞 果然還是有感覺的人 才有辦法產生那種 我一曲的噪音 想出這種形容詞出來 因為這種H222過氧化 其實是一種比較 激烈一點的美白藥劑 所以他會產生這種敏感的狀況 很合理 另外一個是危險性 因為這個美白藥劑 說真的你適當的使用 對牙齒是不會有什麼傷害 但是重點就是這個適當 那怎樣是不適當的使用 假如有蛀牙的話 這個蛀牙就會造成那個藥劑 更容易流入到牙齒的牙髓槍裡面去 這個牙齒結果還不太了解的人 可以去看我之前蛀牙不見得會痛的 那一部影片 那一部影片有探討牙齒有三層構造 你把藥劑萬一一路從蛀牙 通行無阻的到你的牙髓槍裡面去 你的牙髓會產生發炎 那這種牙髓發炎最倒霉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變成你必須那顆牙齒要抽神經根管治療 假如你有蛀牙你沒發現的話就會有這種情況 那它另外有缺點是服貼度 因為它是開架商品 所以它沒辦法為每一個人量身打造 所以它的東西長度是固定的 那有些人嘴巴大有些人嘴巴小 那有些人東缺一顆牙西缺一顆牙 這種東西有沒有 怎麼可能每一個人都可以非常服貼的 貼到牙齒上面去 就是會有一些地方沒辦法服貼到 那這個就是它的其中一個缺點 然後這個麻煩就是哪裡麻煩 Chris他的牙貼 他建議你佩戴的時間是半個小時 那你只有半個小時 你嘴巴是不能合起來的 所以你只能嘴巴阿著阿在那邊等半個小時過去 這也是我的朋友跟我講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跟我講說 那你在用了那個Chris的美麻牙貼的時候 會乾脆就是開視訊 然後大家在那裡想辦法這樣 阿阿阿阿阿聊天 就當作好玩 你假如有朋友的話 當然這樣子是蠻好玩的 但是你假如是自己一個人的話 這個就會變得很麻煩 所以這就是Chris的牙貼 他這五個缺點 12345 我沒算錯 這是五個缺點 簡單來講 我們做一個總結 就Chris的這種開箱商品的美白牙貼 他有沒有效 是有效的 他有沒有優點 有優點 他有沒有缺點 有缺點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所以是誰適合美白牙貼呢 答案就是你可以接受這些缺點的人 重點是誰不適合這些美白牙貼 第一個就是牙齒不整齊的人 第二個你假如有蛀牙的情況 基本上是不太適合這種商品的 第三個是牙齒有受損 有可能是你去東風自行車道 風和日曆 你看天上的樹枝還有小鳥 結果地上有一塊石頭 那你半島結果你肥出去 你牙齒有缺角 雖然那不是蛀牙 但基本上是跟蛀牙一樣的道理 你幫那個藥劑開了一個高速公路 讓他可以非常快速的到達牙垂槍裡面的神經 第四個就是你牙齦有萎縮的狀況 牙齦萎縮的地方那個地方是什麼 那個地方牙根只有牙本質沒有防止 你的美白藥劑貼在牙根上 你的藥劑就是順著牙本質小管 直接流到裡面的牙水槍 你的敏感的狀況就會比正常的牙齒還要更嚴重 別人可能快融化 你可能就真的像液態金屬人一樣直接融化 這四點牙齒不整齊有蛀牙齒有受損跟牙引萎縮的人 可能都不太適合美白牙貼 為什麼不適合效果不良甚至可能會有效果不均勻的狀況 牙齒不整齊就像我講的 你服貼度會有問題 你有些牙齒可能貼不到那個牙貼 你的牙齒那個地方就不會白 就會造成你牙齒美白可能會有不均甚至不白的狀況 假如你有蛀牙或者是牙齒有受損 你可能會產生急性牙齒眼的情況 急性牙齒眼就是要搓神經根管治療 但是我剛才有講過正常來用牙貼就是會有敏感的狀況 一般人可能會沒辦法分類出來 這到底是正常的敏感還是牙齒發炎的那一種 假如你是一個非常能忍耐的人 你可能就會忽略掉身體跟你的警訊 到後來的話牙齒神經壞死你可能覺得說 我竟然是對這個酸敏感已經免疫了 久了之後 牙齒神經壞死裡面細菌滋生變成什麼 變成氛圍性組織炎 這個當然就不好笑了 第三個問題的話就是 軟組織可能會灼傷 嘴巴裡面軟組織當然就是指你的牙齦 或者是口腔黏膜之類的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直接貼在牙齒上面 牙刷牙都刷不好 貼這個東西我不相信大家可以貼得多貼合 所以有些東西你一定會貼到牙齒上面接觸牙齒 還用個一兩次嘗鮮那可能沒差 但是你假如常用的話 這個美白藥劑常接觸你牙齒邊緣的那個牙齒 你那個牙齒會容易化學性灼傷 久了之後 它就是會產生牙齒縮 敏感就會接種而來 假如不適合的話 阿不適合怎麼辦 哭哭 大家不用緊張了 我有很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我先把 就把這個地方擦掉了 A few moments later 好我們擦乾淨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這邊寫的 敏感救星居家美白 你不適合怎麼辦的人 可以選擇居家美白 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第一個它有客製化的個人牙托 第二個它是使用比較溫和的藥劑 第三個它會有專業的素前檢查 我們一個一個來簡單講一下 客製化的牙托這是什麼 居家美白 它是用一個很像 大家看到的透明矯正 或者是像銀絲美透明美 那種透明的牙齒的牙托 是貼合你牙齒的 居家美白 我們在牙科會先幫你 印一個模型 然後製作你客製化個人的美白牙托 你的美白藥劑就是 低一點點在那個牙托裡面之後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就帶著 這種客製化的美白牙托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 就是美白藥劑的導入儀 它可以讓藥劑完全貼合在牙齒上面 並且不會流出去 到牙癮或者是它不該去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比較溫和的藥劑 把它擦掉了 美白牙貼它的藥劑是 H2O2俗稱雙氧水 雙氧水沒什麼不好 大家不要聽到雙氧水就很擔心 雙氧水沒什麼不好 就跟氧氣也沒什麼不好一樣 氧氣濃度夠高你會死 但是正常的濃度的話 也就不會死 差不多是類似這種觀念 那假如是居家美白的話 我們的藥劑通常就不是H2O2 是比較新的藥劑 不是只是濃度的差別 是跟完全藥劑的成分就不太一樣 所以它是比較溫和的藥劑 比較就不容易產生牙齒敏感的那種情形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最重要的 會有專業的素前檢查 難不成居家美白的藥劑 碰到牙水就沒事嗎 當然還是有事啊 但是差別在哪裡 你假如是在牙科做居家美白的話 我會先口內檢查並搭配S光檢查 看你牙齒有沒有蛀芽 有沒有牙齡萎縮 有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會想辦法先去解決 我會覺得沒有問題 我們再開始美白療程 所以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治療方法 有點類似就是美白牙貼開無霜的那種感覺 居家美白詳細一點的話 我之後再開一個影片跟大家講 我之後聽起來很復健 但是大家相信我至少在2023年之前 應該會拍得出來 總結一下 開架商品美白牙貼有沒有效 有效 不適合每一個人嗎 不見得 他有優點也有缺點 有些人適合 有些人不適合 不適合的人 他就活該一輩子荒芽 也不是他可以選擇另外一個東西 這種東西叫居家美白 居家美白跟美白牙貼有沒有什麼差別 簡單來講居家美白跟CRXXT 它都是有效果 叫美白牙貼 我是說這家CRXXT 我知道是不錯的 其他家我不知道 差別就在於這三點會不太一樣 居家美白會有客製化的個人牙托 然後藥劑不會亂丟 溫合的藥劑 讓你牙齒不敏感 專業的宿前檢查 讓你不用擔心 變成牙齡尾縮 或者是抽神經 所以這個就是 我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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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or者熟